好 再來又看到 朴這個姓氏是韓國的大姓之一 但是呢 在台灣 要是有民眾姓朴的話 常常被問到說是不是韓國人 有網友好奇發問說 如果姓朴的話 名字該怎麼樣取 才會有台灣的感覺 就有民眾哭手的說 叫蒲公英或是蒲龍公 統統都可以 另外呢 還有像是台灣有父姓端木 也很容易被誤認成是日本人的姓氏 不過盤點歷史上的人物 孔子的德藝門生子貢 其實本名就是端木子 台灣兩千多萬人口中 姓氏白白種 最近有網友好奇PO文詢問 如果姓朴該如何把名字 取得有台灣感 怎麼樣才可以不要再被人問 你是不是南韓人 實際上接問問看 請民眾發揮創意 朴姓 我覺得朴姓還不錯 蒲龍公啊 蒲龍公啊 葡萄 葡萄 還有什麼蒲國雄 除了朴姓容易被誤認成韓國人 像是父姓端木 也有可能鬧出舞會 應該就不是台灣人了吧 日本那邊的姓氏 像日本人 端木驅火 端木蘭 端木盤 端木盤 其實孔子的學生子貢 本名就叫端木寺 父姓端木可不是日本人 另外還有一個冷門姓氏 第五也讓民眾會心一笑 第五人格 遊戲名 就會被笑什麼第五名 他就會說沒錯 我就是得不了第一名的第五名 根據內政部2018年的統計 姓氏第五全台只有七個人 而且大由來頭 是漢朝時期傳承下來的帝王四姓 下次如果有機會 遇到第五先生第五小姐 可別懷疑自己的耳朵 記者桃鑫幹人第一台報導 不及過其他人 二人一同 都 請你